本期视频为大家分享两种发力训练 可以精准地迁移到投篮专项的发力上 第一个是杠铃的肩上推举 需要注意的是重心的控制 整个行程保持肩部与足中几乎在一条垂线上 左上下的去身 不要做成深蹲 做到三分之一蹲即可 追求的是下肢登身的速度 此训练可以改善手快脚慢 发力脱节 以及重心前心或后仰的问题 第二个训练是贵姿的双手推举 主要利用宽爆发来完成推举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俯身 需要将手肘锁定贴近身体 稳定上肢并保持发力角度 此训练也能矫正投篮中出现手肘外翻 上肢过度成球的相似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